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呢我们来学折一只Obelisk设计的天使新戒指 哈喽玛琳达,可不可以教一下天使新戒指的折法呀 这只戒指呢我觉得长得很好看 可能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任何带有翅膀的这只作品吧 但是呢作为一只戒指 它长得呢又略微有一点中二 所以说除了送小朋友当礼物和当做摆设 这两种用处以外呢 我觉得这个戒指当做万圣节的装扮还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万圣节特辑就来学折一枚这只戒指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只天使新戒指呢 我用的是无印良品的纸,15厘米的 折出来的大小比较适合做成戒指的大小 那首先就是在红色的这一面做出整个的16等分 这样是2等分,然后4等分 然后呢,8等分 然后呢,8等分 然后呢,再16等分 那么就有好多的时候 那么在红色屏幕上来放了 红色屏幕上来放入 就像中处理 虹人声 这部屏幕上来放入 这部屏幕上来放入 你们要不要抄 这样子就是16格都折好了 之后呢就要在背面做出这些折痕 这个是左下角这些 然后右下角也要做同样的 就是把这些线全都给捏出来 这里呢是五格 五格的对角线 然后这里是和它相对应的 五格加一格 然后呢从这个点开始 往下一个点和往上一个点 分别朝下 做这样的45度的两条 这一条是三格的 然后呢这边一条是五格的 之后呢再连接这三条线 在这里做出一个三格的斜线 这就是左下角 然后呢右边也要做同样的和左边对称的这么多条线 五格的讹理 快点 然后呢 折痕就这样啦 那正面就是变成这样的折痕 之后呢上面的八格要做断折下来 第一层就是往后折 然后呢第二层往前 然后依此类推 之后呢看到这里这块 它这有一块之后要成为最后的那个爱心形状的 图形 就是这里两格 然后一格横着 一格两格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里 从下面往上数第二格的这条折痕 就要捏出来 然后呢让中间这个爱心 也是凸起来 前面的就需要 这个样子收下去 那先左边也整理一下 然后呢这个爱心的上面 爱心是这个样子的形状嘛 从这里往上的两条竖线 也是要凸起来 连接着后面一起 把这两条线折一下 然后呢前面再这样子收起来 就是这个样子了 之后呢这里的两边都要做一堆的断折什么的 把这个基本形给折出来 上期那个耳麦里面也有这个步骤 就是它这里呢 最外面一圈是要这样子往外折 这个角捏出来 然后呢第二圈 把它这样子收上去 就是沿着一开始折的这条斜线 把它一层一层的收上去 左边这里也是一样 沿着这一条斜线 从外面一层开始 依次往里面捏 那么这里这些折痕要变成这样 左边这里就差不多 先变成这样就可以了 底下这里只存重合了 差不多先这样 然后呢右边也是做相同的处理 好啦现在左右都弄成对称的之后呢 就成了这个样子 中间呢有这样和这样的两个 像是向下的子弹头的形状嘛 那它们的这个边框是要凸起来 然后中间的这样的外子性折痕是要凹下去的 左右两个都是一样 现在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收起来嘛 中间这个爱心的顶上 也需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子弹头 它也是四周边框都是凸起来 然后中间一个外子性是凹下去的 所以说呢这里直接先把后面这一堆 这个纸层的中间这样子往上捏一下 这样子呢中间的这个子弹头就做出来了 那么其他的折痕呢 继续把它给收起来 这样之后呢这里的这个爱心要打开 并且前面这两块纸层都要往下面折 折成这样子垂直的 这个点开始 往下折一个45度的折痕 这样就能让它这里这块和这小块变成往下的了 这个右边就是这个样子 左边也是一样 从这个点 把它往下折一下 这样呢它这个基本型就收好了 可以看得出底下这两根是之后变成戒指的那个圆弧形的那块 然后呢左右这一堆就是之后变成翅膀的 之后呢在背面把这一块现在突出来的这块 就是里面的一个向上的子弹头的那块嘛 在这摊平左右45度这样打开 然后底下再摊平成45度的 之后呢就要来处理这个翅膀的部分 首先可以看到这个翅膀上总共有五格嘛 12345那么从里面属的第二格的这个这样子的一条斜着的对角线 把整个纸层都给往上折 然后这里要非常非常用力的压一下折痕 因为如果你这里压的折痕不够清楚的话 后面一步可能会混乱 非常用力的压一下之后呢 就开始这个收这个翅膀嘛 首先我们就从这个止层开始 这个止层是就是下面的止层比较简单嘛 这里从后面顶出来 把它原来凹下去的线捏成扇线 然后这里刚刚折的这个45度的也是捏成扇线 就是这样子一层的翅膀就可以翻过来了 那接下来的也是一样 这个是原来的扇线变成骨线 然后呢这里是现在的骨线 然后变成扇线 就是从底下顶出来 然后沿着刚刚折的45度折痕捏一下 之后的几层呢是依次类推 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最后一层 这里呢首先把这个45度的折痕用力的捏一下 然后呢这里就是要把里面所有折了这个45度折痕的地方的45度折痕 都要捏成扇线 就是把它整个都给打开 这层从底下翻出来 然后上面这些折了45度的 也是一个一个翻出来 然后捏 这里也都是 然后还有这里只层中间 还有 之后呢就是 把这些45度的都捏成扇线的话呢 底下的就会自然的形成 比较自然的形成 这个样子 那这里呢 里面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一步 之后呢 把这个每一个纸层 除了后面这块等腰梯形的纸层以外 前面的纸层都是上底朝着下底折 然后呢沿着这个折痕做一个成折 把中间这块纸层给折下去 这样子合上 那么每一个纸层都一样 第一层做完之后呢 往下翻 然后第二层 同样的 中间做个沉折 好了 前面这几个纸层都折下来了 后面这个等腰梯形的不要动 之后呢把这个第一层的这个 单层的纸层 把它折成这样 这样子要旋转过来 也就是说从这个点 连接这个直角 折一条折痕 这里不需要特别精确 就尽量的连上就可以了 然后底下也是在这里 这样子摊平就可以了 之后呢 把第一个纸层这样子拉上来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 重合的纸层嘛 把它拉上来 使得这里重合的部位 只有三分之一的高度 就是变成这样 然后往这里捏 就是这样子把第一个羽毛给折上去 那么后面几个也是一样 都是留三分之一的高度 就变成这样了嘛 这个羽毛 这个左边呢 可以在这压一下 什么的 随便 这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现在羽毛 就变成这样嘛 这样子打开 然后呢 看好看好 这样才是震着的 对把它这样子折上来之后呢 沿着 这一条对角线 就是这一格的这条对角线 把这块羽毛给翻下来 那么这个正面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翅膀 之后呢 从这个点开始 往下折一个弧线 就是我这里就直接用指甲捏一下 之后呢 沿着条线把整个都往后折 这里每个纸层中间 现在就是 合在一起了嘛 要把它这样子抽开 并且 沿着原来的样子 这样子 折起来 这样就是两个纸层还是分开的 每一个都是这样 这个每一层分开之后呢 要把每一片羽毛都给分开 就是从这个点开始 把这个翻折到背后去 就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之后呢 在背后 从这里把这块给打开 并且往下折 这样就是一边的处理方法 那么从正面看呢 这个两片羽毛就已经分开了 这里呢 第一片羽毛的这块 也是要往后折一个小三角形 之后就是每一个都是依次类推 我们下期见 这个样子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么之后呢 把上面这个 这条边朝着这条边来折 然后这个翅膀中间 再断折一下 一个比较有弧度的断折 这样让它有层次感一点 就是这个样子 折过来 纸层呢是会变成Z字型 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吧 之后呢 这里的第一层纸层也翻上来 这样覆盖掉这一根 后面的这块红色的部分 就差不多先这样吧 那么左边这个翅膀 也是做同样的处理 A moment later 那么现在翅膀变成这样嘛 这里这根棍子 要稍微的捏出弧度一点 就是这样子捏 把上面做出略微的弧度吧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到背面去 把这块这个收一下 左右朝里面收 然后下面的手 手这样子捏住 这两块纸层都要往中间捏住 并且这里中间 这样压 就是这个样子 捏岩式了 之后呢就是这个 做戒指的环的部分 这一条呢左右这样合上 对折 这个也是和上一期 那个耳机的话筒差不多 折到底之后呢 这里就向右摊一下 那左边这根也是一样的 到底之后呢向左摊 之后呢这个 这两条 中间用胶粘一下 就可以变成这个戒指的一个环了 这要先量一下手指的宽度 再把它给粘起来 就是这块 这个小尖把它折到后面去 然后呢这个爱心 稍微做的比较立体一点吧 现在就可以进入上胶的阶段了 粘取适量白胶 粘在各种散开的纸层的中间 这样子呢这个叫什么 天使心戒指就完成了 嘿 对我呢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留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Woohoo